字幕提供 在刚刚跑完十月一日的田草赛 这一天四场的主力场赛 全部中 T 其中两场更中四重彩 什么是主力场子 有稳胆的场合 你就可以拿这些场合来做主力场子 什么为之稳胆 就在大秘诀教你了 就是上将的同情实力码 同时这类码评分上紧 这一天八九十场正正有这类的稳胆 先看第八场 就有两匹 阳光勇士 手机标榜 这两匹都是评分上紧的同情实力码 而来自上将的 即是在马胆这两匹都可以做胆 结果这两匹马分别跑二三名 如果你再看第九场 这场也有一匹 稳健的马胆 就是飞黄精英 因为飞黄精英也是评分上紧的 同情实力码 结果飞黄精英是跑第二 而第十场也有一匹马胆 稳健的马胆就是金姓名区 这一匹也是评分上紧的同情实力码 而这一匹马也是跑第一的 结果这三场的赛事全部都有稳胆的场合 如果你有参考我们的配脚 其实一拖五是全部中的 如果阳光勇士拿胆 拖这五匹马的话 就不中Q了 但是就中T 对不对 飞英奥场跑第一 手机标霸 第二 阳光勇士跑第三 飞英奥场就有了 如果你再看第九场 如果你拖这五匹马胆 其实就是中Q、T、四重彩的 6、7、4、9是制度了 如果你再看第十场 如果你拿着金姓名区做胆的话 你看到这场的Q、T也是命中 因为跑第二 壮志灵魂 第三是老班精神 而这一天 第七场 其实也是可以拿来做重心的 为什么 第七场是一场短途赛 我们在大秘诀里面教了你 短途赛的选码秘诀 就是去指数码那里选同情 然后看正指数的码笔 你看到有一匹正指数的码笔 就是上仗赢马的魔术控制 不然这第七场是有胆的 它不是正在上的同情实力码 但是它在时间指数里面是凸了出来的 如果是拿这一匹胆的话 怎么找配割呢 这场赛事由于是短途赛 如果你选择一千千二 就是短途 在里面找正的时间指数码 把这些正的 选择出来 那你就会见到总共是有四匹 除了这一匹胆之外 还有另外那三匹 都是在短途 具备正时间指数的 就是美丽第一 龙之辉 和状元 及帝 就是说这场赛事最短的是一拖三的价格 就是MOS控制 美丽第一 龙之辉 状元 及帝 我们将賢者無敌 打到第四位 是因为他上一层一级赛 是懂得赢的 那就是说 如果你是买一拖三 或者一拖四的话 其实也是中Q、T 和四重彩的 所以这场赛事由于有胆 亦都有短途的正指数码 所以第七场 亦都是可以考虑拿来做主力尝试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看第三、第四场 其实都是有这类码 但是就很难找脚了 那例如 第三场 如果选择同情的话 是第一匹正时间指数的码匹 而这匹码就是碎碎有福了 对不对 碎碎有福 结果碎碎有福是 跑第二的 那如果你参考我们的配角 就是一拖三 又是中Q 和T的 对不对 第四场 也都是一样 选择同情出来 如果你看正指数的码匹 也都是第一匹 就是这匹的增强 所以这匹码 也是跑第一的 如果你有参考我们的配角 在这场赛事 也都是中Q的 增强踏 手标之声 即是说 这一日 其实有非常多的 非常容易命中的 场合 而且是有胆的 当然 我们今天主力说的就是 8、9、10 因为这些是有穩胆 而第七 是又有胆 又有脚的 赛事 所以这一日 7、8、9、10 基本上是可以称之为主力的胆拖场合 我们再看这四场的赛果 先看第七场 这场魔术控制一拖4 假设你一拖4 就是中QT四龙彩 那我们讲单T 这条单T是派212元的 就是一拖4 如果你看第八场 如果你拿阳光勇士胆 是买单T的话 假设你拖完这五匹 也是中单T的 那这条单T是106元 再看第九场 再看第九场 假设你拿着这一匹的6号码 也是拖5匹 也是中单T的 四龙彩当然中 这个单T是派147元 第十场 那只胆跑第一 再假设你也是拖完这五匹 也是中单T的 这条单T是派343元 换言之 这一日 如果你打算买单T过关的话 就出现了一场就是 一拖3 或者是一拖4 就是说的第七场 另外三场就是一拖5 那如果你拿着短那条 来射二穿一单T的话 如果你拿一拖3的话 买单T过关二穿一 如果你射第七场 射第十场 如果一拖3 其实就是300元 你可以收7300多 如果你用一拖4 就600元 买 二穿一 也是收7300多 如果你用第七场 一拖3 是第九场的一拖5 单T过关 如果你买 十多一注 300元 也是收3千多 虽然这一天 那个单T不是 那么好分 但是无论如何 你的重心尝试 全部都是有单T 民众在里面 即是说 以后你用这个方法 你会有非常多 送单T过关的机会 当然 这一天 最重要的就是 第七、第八、第九、第十 这四场主力尝试 除了出现了 損胆之外 其实这四场 都具备了 伤胆的架局 为什么呢? 如果你去第七场 你看我们将 第二个匹马 叫做美丽第一 美丽第一 是什么马? 是上将的他情实力马 如果你去所有马 选美丽第一出来 原来这匹马 评分也是 正在上的质身马 只不过不是同情 由于它是短途 还是千亿 还是填足 所以 这场的赛事 美丽第一 也是 非常具实力的短途马匹 换言之 排第一、第二 这两匹马 其实 是可以 考虑拿来做 双胆的 我说的 如果你是买单T的话 第八场 也是 为什么? 因为第八场 有两匹 上紧的 同情实力马 都是可以做胆的 就是说 杨光勇士 手机 标白 可以做胆 结果这两匹马 当然在 第九场 也是 除了这匹 飞黄精英之外 祝愿 我们排第二 也是可以做胆 为什么? 如果你去所有马 选它出来 其实这匹的祝愿 是刚刚起步的同情实力马 跑了三仗 还是側身 上将是轻盛的 两个身位以上的 不单止这样 在短途里面 它都是具备正的时间指数 即是说 飞黄精英 有正的时间指数 这匹的祝愿也都具备 即是说 这场的赛事 也是双胆的架局 就是飞黄精英 和排第二的祝愿 当然如果你双胆 这三场全部都存在 再看第十场 第十场 也是出现了 雙胆的架局 金胜名区就是胆 老班精神 其实都是属于 可以做马胆 为什么? 如果你去所有马 选老班精神出来 看到吗? 他也是刚刚起步的 贼身马 两仗都是赢 田草千二 而且胜三个多身位 加分加磅之后 上仗初次跑同情 已经跑第四了 所以这匹马是摆第二位 换言之 这一天的赛事 7、8、9、10 全部有 雙胆投注的机会 请记住 以后你都会经常 遇着这些机会 当你有雙胆的场合 你应该做什么呢? 有雙胆的场合 最佳的策略 就是买雙胆 拖 单帖 然后去过三关 即是说 第七场 是二拖三 第八、九、十 是二拖四 对不对? 如果你拿着第七场 最短那条二拖三 去买三条 三穿四的话 即是说 七八九 七八十 七九十 都可以买三穿四 如果你是买三穿四的话 你用最短那条第七场 你的成本 买五元 都是四百四元 假如你买的是七八九的话 你四百四元下注 即是五元 你可以收二万元 如果你是买七八十的话 四百四元下注 三穿四 你可以收四万五的 如果你买的是七九十 亦都是五元 四百四元下注 你可以收六万多元 这就是第二 当你有了重心尝试 而且这些重心尝试 又具备有双胆的格局的话 买三穿四 单帖过关 是一个非常上街的策略 就是三穿五万元 你应该是在线一托里 在线一托里 但在线一托里 你应该是在线一托里 在线一托里 有什么东西 五万元 你应该是在线一托里 如果你是在线一托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